刘备是三国演艺里最会演戏的男人 说刘备是三国的演技派 一点也不为过 尽管曹操、司马懿都很会演戏 但和刘备相比 还是差了一大截 刘备演戏的高超之处 在于树立正统的大旗 打起道德的幌子 用人意来收买人心 刘备演戏的高超之处 在于生情并茂 潇然泪下 以柔弱博得同情和信任 刘备演戏的高超之处 在于演藏锋芒 世人愚钝 于聪明处装傻 给对手以安全感 以上三桥 除了刘备刘玄德之外 试问三国男人谁能做到 三国演艺里 刘备演戏的场面太多太多了 比如 为收买赵云而摔阿豆 为了让诸葛亮安心辅佐刘缠 而说均可自为成都之主 为了瞒过曹操而掩藏锋芒 在画中草 为了夺取徐周而与刘表称兄道弟 这一路数下来 真是太多了 下面 我们就见刘备人生中 比较重大的三次转折点 来分析刘备如何表演 感受一下这位演技派高手的高超演技 刘备人生第一大转折点 鱼入大海 鸟上青天 刘备曾对关羽说 无乃龙中鸟 网中鱼 此一行如鱼入大海 鸟上青霄 不受龙网之击半野 说的是刘备离开许都 挣脱曹操的束缚 有惊无险地脱离了湖口 那刘备是如何脱离曹操束缚的呢 不靠别的 靠演戏 刘备在下劈头了曹操 处决吕不厚 跟随曹操一起回许都 在许都期间 刘备和董成等人预谋诛杀曹操 为了不让曹操看出自己的志向 刘备就下出后援仲裁 亲自浇灌 以为韬灰之计 刘备仲裁的这一招 没能够骗过曹操 曹操为了进一步试探 请刘备去喝青梅酒 酒桌上 曹操说出了那句惊天批地的话 天下英雄 梅史君与曹尔 曹操想要通过这句话来试探刘备 进一步确定刘备有没有野心 结果 刘备的表演成功 打消了曹操的疑虑 刘备因为曹操看穿了自己的心计 筷子都下掉了 他一定觉得这下完蛋了 这时恰好响起了雷声 刘备借雷说是 轻描淡写 且不乏幽默和自嘲地说了句 一阵之危 乃至于此 这时候的曹操 已经没有了顾虑 他相信了刘备的话 所以大笑说 丈夫意味雷呼 刘备于是借题发挥说道 圣人迅雷风裂必变 安得不畏 一个害怕雷声的男人 有何前途 曹操因此不宜刘备 还是郭家 成郁等旁人看得清楚 说曹操放走刘备是放龙入海 放虎归山 把刘备比喻成龙 虎 可惜曹操终被刘备表演所迷惑 说了句我有朱灵 陆昭二人在比 廖玄得未必敢变心 为什么要把主九论英雄这一劫 当作是刘备人生的转折点 因为通过曹操的口 刘备从此声明远播 刘备还和董成等结盟 黄叔的头衔得到了汉县帝的认可 用行动确立了正统的地位 从此刘备正是与曹操对立 所以这是刘备人生的第一大转折点 刘备人生第二大转折点 夺取西蜀 奠定版图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 主要包括荆州大部 一州 汉中等地 征服梦霍后还包括南蛮 但蜀国的根基乃是一州 都城成都即属一州 一州原属于刘章 刘备取一州 表演成分极重 刘备的目的就是夺取一州 但他让自己的这一行为合情合理 所以他从始至终都在表演 通过表演 这种夺人地盘的行为 竟然成了仁慈宽厚的做法 且看他是怎么做的 夺取一州 张松献图是关键一步 张松本来要把地图献给曹操 可惜曹操怠慢了张松 这个消息一定被刘备的戏作探的 所以刘备很准确地知道张松的行程 才会派赵云来迎接 在酒院上 刘备故意不提西川之事 张松用言语试探 结果刘备与诸葛亮旁统一起上演了一出双黄戏 一步一步转取张松的信任与同情 且看三国演绎第六十回对话 松以言调之曰 经黄书守荆州 还有几郡 孔明达曰 荆州乃暂戒东吴的 美美使人讨取 经我主因是东吴女婿 不全且在此安身 松曰 东吴聚六郡八十一周 名副国强 尤切不知足业 黄统曰 吴主汉朝皇叔 反不能占据周郡 其他皆汉之毛贼 却都是强侵占地土 为智者不平焉 玄德曰 二宫修炎 吴有何德 敢多忘乎 松曰 不然 民宫乃汉氏宗卿 仍已冲涩四海 修道占据周郡 便待正统而居地位 亦非分外 通过刘备等人的表演 张松已经确定了县途的对象 张松要走 刘备设宴送行 此时刘备仍旧没有得到地图 所以他顾忌重演 一番煽情道别之后 又是煽然泪下 这位一流 张松彻底被征服了 他建议刘备去西川 刘备说刘张是我宗亲 不忍夺取 张松说刘张太懦弱了 守不住 一周早晚要被人夺走 你不去 便宜了别人 还说了一番一周的重要性 这些刘备当然知道 可问题是怎么取呢 此时刘备终于说出了 早就想说的那句话 虽欲取之 用何良策 此话一出 刘备的真实意图便显露无异 此时张松已经被刘备征服 不但献了地图 还把法证 孟达拉作内意 让刘备轻轻松松就进入西川 继而占为己有 都说当局者迷旁观者轻 这话是有道理的 刘备进入西川后 刘张手下多人劝刘张杀掉刘备 可惜刘张早已被刘备的眼睛迷惑 凡把忠良作不忍 刘备甘强盗之事 却要立人意之名 就像俗语说的 当了妓女 还要竖牌放 刘张的仗钱从事官王类 在刘备入川前曾觐见说 张鲁范界 乃选界之极 刘备入川 乃心腹之大患 况刘备是之枭雄 先是曹操 便思谋害 后从孙权 便夺荆州 心术如此 安可同住乎 王位把刘备看得很透彻 怎那刘张不纳其言 刘张之所以对刘备如此放心 一 他认定刘备和他是同宗 不忍加害 二 他认为刘备是仁慈宽厚的君子 刘张忘记了徐州的刘表 也是刘备的同宗 但结果怎么样呢 刘备要去一州 但他顾虑的是别人说他夺同宗之地 所以他迟迟不做决定 也不明说 只是独作陈吟 彭统这种聪明人 当然知道刘备的顾虑 于是说了一堆大道理 把夺人诚实的行为 说成是贪污之道 刘备这才恍然大悟 刘备兵不屑任 得了重镇抚冠 非常兴奋 搞了个庆功宴 九州上对庞统说 今日之会可谓乐乎 庞统曰 罚人之国而以为乐 非仁者之兵也 玄德曰 吴文西日武王法咒 做了相公 自以非仁者之兵于 如言合不合道理 可速退 刘备入川 名义是保护刘张 实际是要夺西川 不然何至于乐呢 刘备的酒后之眼 和曹操的顺我者昌溢 我者王有何区别 刘备人生第三大转折点 问鼎神州 称王称帝刘备的人生目标 是当皇帝 所以在他有了稳固的地盘 建立起根据地后 称帝就提上了一世日程 称帝的事情 当然不能由他自己提出来 诸葛亮很失去地当了发起人 诸葛亮说 经曹操专权 百姓无主 主公仁义助于天下 经一富有两川之地 可以因天顺人 即皇帝为 名正言顺 一套国贼 势不宜迟 请便择己 刘备进行了一番表演 表情 大惊 理由 刘备虽然汉是宗亲 乃臣子也 若为此事 是反汉乙 诸葛亮再劝 刘备坚决不从 诸葛亮降低标准 遵循得为汉中王 刘备终于勉强答应 刘备的目标是当皇帝 为什么愿意自称汉中王 而不直接称帝呢 这是有原因的 古话说枪打出头鸟 这时候称帝的时机还不到 刘备的国策是联合孙权 抗拒曹操 如果这时候贸然称帝 必然被曹操抓住把柄 孙权也不会同意 倘若孙曹联合 刘备威夷 刘备 诸葛亮都对当下局势了如指掌 所以 诸葛亮起意 刘备反对 诸葛亮降低要求刘备同意 一来一往 目的达成了 声明远拨了 正所谓名利双收 曹丕称帝 刘备表现出的是忧虑 他忧虑什么呢 三国演义上没有说 但孔明说了 孔明说天下不可一日无君 这话不能从刘备嘴里说出 只能由诸葛亮等人说 所以刘备只是忧虑为何忧虑 我本来是不想当皇帝的 但是为天下苍生计 我还从了吧 这是刘备的前台词 为了更加充分地表现出 刘备当皇帝是被迫无奈 诸葛亮与百官还完了一手 把整个严肃的称帝仪式 彻彻底底搞成了皆大欢喜的喜剧 有人会说 这是诸葛亮的计谋 我觉得持这种观点的人太天真了 三国社会等级森严 诸葛亮作为一个大臣 如果没有得到刘备的授权或者暗示 他能这么做吗 他敢这么做吗 在表演水平上 曹丕差刘备太远了 曹丕逼县帝退位 县帝没办法 只得写份诏书 传位于曹丕 曹丕读了诏书 乐得屁颠屁颠就要做龙椅 还是司马懿提醒了他 老摩深算的司马懿提议说 不可 虽然赵夕已知 殿下一切上表签词 以决天下之报 看吧 还是老摩深算的司马懿演技高 从刘备善于表演 我们能够得到一下歧视 一 虚伪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是诚实 正所谓 假到真 虚伪到诚实 多少年来 很多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认为 刘备是个诚实的人 其实在三国演义中 刘备是最虚伪的人 因为刘备已经达到了虚伪的最高境界 所以人们都觉得他是个诚实的人 所以我们要不就诚实做人 要不就虚伪到最高境界 二 在掌握了充分主动权的时候 自己想要做的 让别人帮你去做 自己想要说的 让别人帮你去说 刘备要去徐州 他从来不说 而是陶谦甘心情愿 把徐州让出来 刘备想要当皇帝 他从来不说我想当皇帝 而是底下的人说 老大我们请你当我们的皇帝 赵匡颖黄袍加身 杯酒士兵权不就是这样吗 谢谢大家